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 第六章就要讲到周长和面积 当然我们要算什么样的形状的周长 包括我们上一章学的四边形 有正方形,长方形,一些三角形 还有平行四边形,梯形,菱形,临形,风筝形 这些基本上四边形那一章 我们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都是我们上一章上的 只有三角形是在跟之前上的 过后我们再来的就是有等高三角形的面积比 什么是等高三角形呢 等下我们会再介绍 这里就是包括了周长还有面积 周长跟面积 好,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个故事 胡先生他想要在他的农场四周就为一个篱笆 如果篱笆的造价是每公尺250的话 那他需要估算一下他所需要的一个费用 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要用到几何的一些知识了 那如果我张女士想要粉刷他的这个房子的后方的一面 十二公尺层 这个高呢是三公尺的这个墙 那他就想要 五金店就讲了 四点五个公升的可以图多少的面积 那他需要多少统计呢 你又怎样去算呢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数学上想要 需要解决的 就是说我们就要算一下什么周长 算一下面积之类的 那我们真正来讲 我们也不是要算这个上面的这个题目 我们只是说这种情形的话呢 我们就要运用到周长跟面积的一些知识了 所以我们来正式看一下这个六点一 六点一 就要算周长 周长来讲呢 就是一个封闭的平面图形 它的这个边界的长度 OK 周长就是它所有边界的长度和 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立体一 这个是一个正方形 正方形就是四个边一样长嘛 就这里如果一个边是三点五 那四个边就乘以四了 四乘三点五等于14 所以这边呢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我们要找正边 正方形的周长啊 我们直接拿边长乘以四 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式 其实你讲说公式嘛 有一些公式 其实你自己逻辑就可以记起来了 四个边一样长 就是边长乘以四了 这个公式不用背的啦 背都不用背了 那像这个题目的话 就灵活 我个人是觉得有些公式 你不用特别去背的 对吧 这个是逻辑就可以懂了 这一题 心状呢 它的周长是13cm 请问它每一条是多长 那你自己可以去算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总共十个 对吧 这样你要13除以10 就会等于1.3 所以它的这个边 这个每一个边长的长度呢 其实是1.3cm 这个也是很容易 再看一下这题 第三个例题 用一条长六公尺的铜线 围成一个正方形 如果宽是一公尺 那请问长要多少 那你可以用逻辑去看 这里也是1 6-2就等于4 4再除以2就是2 所以这里其实是2 当然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说它的周长 其实是长加宽乘以2 周长就是2乘x下1 2乘x下1等于6 我们就解怠数 有些学生就讲 老师我不要动 他宁愿解怠数 所以6除以2等于3 3再减1等于2 所以其实这个x等于2 上了中学 我不知道很多学生就这样 上了中学 老师我们有怠数的一个做法 就很习惯的用怠数的做法 其实这题是超简单的 所以这边就告诉了你 长方形 它的宽有两条 它的长有两条 所以我们的周长的算法 就是长加宽 直接整个乘以2 或者有些学生2乘进去了 就两个长加两个宽 一样的意思 OK 再来看一下这一题 例题是 我们有等边三角形 跟平行四间形 构成的一个周长 请问这个的周长是多少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边是多少呢 就是7减2 对不对 所以这条其实是5 最后呢 就是说 这个跟这条也是5 所以它的周长 就是3加7 加3加5加5加2 OK 算出来就是25 那和平的时候 那和平的时候 你要注意了 它的平 就是连起来的这个边界呢 就会在那个图形里面了 这个图形里面 我们就不算了 所以如果你讲说 两个图形 拼在一起 它的周长 是不是两个图形的周长相加 不是 因为它这个和平的这个边界呢 就不能再算了 就要扣掉两个这个和平的边界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 虚线的部分呢 我们没有算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体5 张师傅呢 他有一块长30cm 宽20cm的细板 中间剪掉了5cm为边长的这个菱形 菱形跟长方形一样 它是四个边一样长的 这样这个剩余的部分的周长是多少 这个周长还要注意 虽然你讲说 老师里面要不要算 里面也要算 总之 它的图形的边界 这个不是它的范围了 所以变成了这个边界也要算 所以这一边 它是长方形的周长 就是30加20再乘以2 然后呢 4乘5再乘以4 因为四个菱形 中间的也要算加 要加在一起 算出来 你自己慢慢算了 总之算出来是180 所以注意了 你在里面切掉的部分 变成了那个周长 也要算在内 所以变成了你中间切出来 那你的这个周长呢 就会增加了 OK 细片的长度呢 边界的长度就会增加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体一 正五边形 每一个边是7cm 请问它的周长是多少 7535啦 这个很简单的 所以基本上你看了 这个其实逻辑罢了 就是正多边形 你几个边你就乘以多少 给一个边长乘以多少 长方形的长比宽多 2cm周长是44 请问它的这个长方形的长 是多少呢 OK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的长比宽多2cm 我可以设它的宽是2 它的长就是x加2 两个长加宽再乘以2 就会是等于44 然后既然很多学生 就喜欢解这个 怠速 我们就做一个怠速的做法了 那这边的话呢 就我2先拉过去除 这样我就会里面相加 就会得到2x加2 等于22 最后算出来 最后算出来2x 等于20 x就等于10 所以这个就是 sorry啊 这个x是多少 x是宽来的 x加2就会是等于12 这个才是它的长 因为它要找的是 长方形的长 OK 再来看这一题啊 这个边长为8cm的正方形 它又减去一个边长为5cm的一个长 正方形 请问它周长 剩下来的周长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 8乘4等于32 有没有觉得奇怪呢 现在就讲 为什么8乘4呢 8乘4不是那个 原本没有被减的那个正方形吗 那其实有一招呢 叫做移线了 给说这个啊 你看啊 这个是5cm啊 我把他移过来 这个5cm啊 我把他移过去 这样你可以看到 哎 好像跟原本的一样吗 对不对 所以我一这样子拉出去了之后啊 那其实就是8 直接的四条 所以当然这一边呢 有些有很多有些老师啊 有些老师应该这样讲 很多老师就跟学生讲 啊 这里是8 这里是8 这个8减5就等于3 这个等于5 这个等于5 这个等于3 那你就自己去算了 8加8加5加5加3加3 5加3是8 5加3是8 是不是 也是四个8 OK 看你讲解了啊 所以我们呢 刚才我教了一招了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有一些 怎样讲呢 出小学的 我发现到小学的一些奥数题 很多时候喜欢这样子 移出来 移出来 直接看到是正方形 OK 好 所以学了新东西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6.1的部分了